HELLO 大家好,繼續七一滴魅影 現在來到這個...不知道什麼地方 看到小瑤的 上一集說到是打銀河團的蓋棋斯 打他的雙兵龍 後來找到兵系,兩隻都是兵龍屬性 所以沒有火和雷 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你是誰啊?我們已經見過面了 這隻小瑤很奇怪,不要被人騙 這是不是一開始 又是那個掉皮鬼,顯出你的圓形 硬瓜而被人釋破 還能釋破,想不到很厲害 所以我就跟你一起走 果然又是那隻掉皮的精靈,其實出現了很多次 而且我試想捕獲他 但也失敗了 這個你可否博士的助手帶來的愛心球 分開了兩半 想不到他竟然一下子就喜歡你 真是慘了 好,那我就跟你比試 我不會輸給你,103號到老 過去之前的記憶只是幻覺 不是這樣的 怎麼了 還記得我送給你那一半愛心球嗎? 你清楚那一切是真的 我們很不容易才走到這一步 怎麼可以放棄 真的這樣嗎?夢不是就是遙遠的可能性嗎? 你現在所處的這個夢之中 難道不只是你所何望的可能性嗎? 這裡沒有任何人凍結 也沒有任何人痛苦 也不會有人網逃破壞這個世界 一直努力到現在 難道不是就是為了看這一刻嗎? 現在機會放在你面前 還有什麼好猶豫 夢可以讓我們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但無論看到的可能性有多美好 最後一定要醒醒 這份現實無論有多殘酷 我們都應該要回去 不得不回去的地方 不是一定要面對的 只要你想可以令這個夢成為永恆 完全可以不去面對 令人絕望的現實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模糊的定義 穿梭過時間、隔縫的你應該明白 你所謂的真實對於你的共運者而言 就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境 所謂真實根本就是通過感受來確定 如果那份的感受毫無瑕疵 而且永遠都不會醒醒 那份的夢境同樣都可以被定義為真實 是嗎?或者那個感受確實沒有真實 跟真實沒有一樣 你也是一樣 如果你現在明白的話 可以同樣賦予你一個永恆的夢境 只要你想的話 你就可以永遠在一起 好 這個不是就是你最大的願望嗎? 這個願望已經可以實現到 不是很清楚的 夢有多真實 這份基本都不是真實 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人 都是那個真實中 殘酷的真實等我們回去 不要開玩笑 明明就是我們眼前 我們要一起回到現實當中 怎麼可能呢 在這個虛無的夢中和幻聚在一起 然後將真實的對方 留在永遠的夢境中 一起回去好嗎? 回去之後你真的有信心 打力外奇斯 圖鑑總教者和管關都做不到的事 你覺得單憑你們可以做到嗎? 冰龍的力量一旦完全收復 很快就可以凍結這個世界 這份力量 你們根本無法匹敵 一直所說的回到真實 就是這麼渺望的未來 這個才是真的在做夢 我所認識的其實 都是一直在做夢 明明只是一個新人訓練師 居然想挑戰道館和憐憫 只是一個普通人 但會傳來阻止邪惡組織 即使在這個記憶引導程序當中 在異世界也好 你都可以一直勇往直前 從來不想失敗 後會有什麼結果 跌倒一次就爬起來 無論是再殘酷的現實 都沒辦法打低你的夢想 有幾條不可及 你都會毫不猶豫去嘗試 前陣的腳步從未停低過 那個就是你 那個無可救藥的蠢才 會執行相信著誰都不相信的夢想 但求真實地照著自己的夢想進化 夢想不是看到的 而是走的 即使是這個情況 是你的話一定會說 不試一下怎麼知道那一類 你就是一直在做夢的蠢才 但我相信是你的話 未來有多遙遠都一定會走 今次是遇到我 我們一起出發 好嗎 好 出發 一起出發 謝謝小瑤 咦 又回來了 歡迎回來小瑤 在我後面 其實也不是很清楚發生什麼事 不過大概是美夢神救了我們 幫我們一起在虛幻的夢中再次醒醒 美夢神 三日雨之雨的主人 美夢神 克雷塞麗雅 謝謝 原來是剛才的夢 和支持阿克羅馬先生的引導裝置很像 所以我們才可以及時醒醒 克雷 即是他在喊的時候 全部精靈都回復了 他的力量 美夢神的力量是穩定 和大家羅伊的力量 扭曲是完全相反的 即是一個對立的狀態 他說不定剛剛幫我們穩定地進行了短暫的三次投影 不過對於想要利用他的穩定之力 極確的歧視來說 我之後離開才可以為我們創造有利的局面 我不可以辜負他一切幫我們做的一切 一定要阻止一個瘋狂的男人 好 叫我的名字 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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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阿達爾先生和Ann 發生什麼事 這裡發生這麼多事 阿道先生和艾莉斯在外面 和等利子團交戰 要不然他們的牽袖 我根本沒辦法進來 所以不可以給他白費 不是嗎 我覺得沒錯 這是最大的危機 亦為超越自己的最好的機會 露比沙菲亞 這兩個是特別編的名字 一定要把你救回來 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棄 沒錯 我們不是因為知道會贏 所以才一直堅持 而只有一直堅持才可以贏 這個是一個 一個信念 不同的 一個心態 好 葛奇斯在前面 立即最後的決戰 準備好 告訴你 最後決戰一定會贏 我想知道如果輸了會怎樣 我這隊 其實剛才打過 真的打 阿 阿赤日也有點辛苦 而且剛才打過 不是剛才 上一集打過 這個葛奇斯 都容易打 好 先來吧 強大或者弱小 每個生命都有權利活著 我不可以讓他一個瘋狂 毀掉這個世界 一定要保護這個世界 最後一戰 好 小關在前面等 我們快點過去吧 好 極寒之淵 不會再逃避 我沒有說要逃避 小搖小哥 是時候把這一切放上句號 咦 那些幼仔又在 果然沒有放過 迫龍的力量回復這個空隙 大人 真的不知死活 遭受到什麼程度才會心滿意足 我不知道你是怎樣做到破除我的冰凍效果 不過我想你恐怕只是你僥倖了個幸運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解除那兩個人冰凍 但你沒有這麼做 真是愚蠢的行為 明明可以沒有任何痛苦被冰凍住 也要花這麼大的功夫來到我面前 一定要痛苦掙扎死 對 我們必須要掙扎到最後一刻 要你露給他們一定會這樣做 比起揭准全力這麼掙扎 我想絕望和放棄的樣子才會更難看 這個世界一切本來就應該和大家一起共享 你沒有權利去掠奪大家的財富 更沒有資格去凍結大家的靈魂 你說笑吧 無能的人會在世界上有什麼價值 這些人根本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世界 他們的存在與否 這個世界根本不會有絲毫的變化 不是 無能的人的妒忌和憎恨會成為王者的阻礙 這個世界的一切 給了這些敗類 那些就是你想要見到的世界 我們想見到的就是現在這個世界 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弱點 但同樣也有自己的長處 誰都不完美 但正因為這樣 人和人之間才會彼此幫助 我們才會因為別人而改變 沒錯 如果每個人都完全相同的完美 那就不會對其他人的不同而好奇 也不會有彼此的交流和溝通 人與人之間也不會有這個基本 這樣的完美就太孤獨了 哈哈 基本 然後相信這些人與人之間的飄渺關係 自己的脆弱 但需要想去依賴其他人 而不是自己不斷變強 真是愚蠢自己 所以你們才是一直無可救弱的弱者 不是 這些不是依賴 是信賴 我們的確因為自身的弱小 才會羨慕這個強大之人 但也因為看到他們 才會想要不斷變強 不斷克服自己的軟弱 哼 你想要擁有他所擁有的東西 難道不是因為在這裡妒忌他們嗎 你心裡面一點的憎恨都沒有 怎麼會呢 如果不是大家的話 現在根本沒有可能站在這裡的勇氣 一直很感激大家 不可理完 這些弱者的想法真是怪異 人的確有弱小的一面 不過這個不是我們一直努力的來源 一開始站在終點的話 今天沒有這個前進的方向 說什麼笑 不斷地變強 不斷地獲取力量 難道不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嗎 那些不是你努力到現在的意義嗎 你難道想說 我們是為了走到終點而開闢的道路 比終點本身更加重要 好 我想我們站在哪裡其實都不重要 我們最終可否達到自己學求的目標 其實都不是我最重要的 重點的是我們一直在前進 一直向著這個目標進化 如果只是執著於終點 那就沒辦法看到路邊的風景 本末倒置我明白了 是你們的決心太弱小了 所以在道路上 才會輕易被風景所迷惑 失去了自己的方向 忘記了力量那麼多用來做什麼 這麼弱小的你 根本沒辦法打到自己的目標 聽著 如果你們在意的 只是基本和信賴這種路邊風景的話 那你們根本就沒有擁有力量的資格 能力交給這些人手中 真是太浪費了 哈哈 果然只有我 開奇斯哈爾摩尼亞才有資格 掌控這個世界的王者 能力的確很重要 但我想這個世界上還有比能力更重要的 受射根本沒有可能 這個世界就是充滿可能性的存在 能力就是打開可能性之門的鎖匙 根本沒有可能有比這個更重要的存在 你不是有想說基本這些無意的事嗎 不用開玩笑了 這只是你自己的一己之見 愚蠢的 是的 的確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但你一直在說 也不是你自己的想法 難道 閉嘴不要把我和這些無能之徒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人和人之間的想法往往都不同 但有什麼的何妨呢 充斥著不同的想法大彼此和和諧共處的世界 難道不是因為這樣而多知多彩嗎 就算是錯誤的想法 也會因為遇到其他人而漸漸改變 漸漸修正這些變得正確和成熟起來 亞大哈先生一直就是這樣跟我說 閉嘴你們這些蠢才 怎會可能理解我混蛋的夢想 你們只不過在用自己愚蠢阻礙我 我受夠這些無知蠢話 你們不是說有比力量更加重要的東西嗎 立刻在這裡展現出來給我看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你們就不可能沒有 你們就可以贏到我了 你呢 給我看 嘩一大輪 說了都起碼 說了都起碼7、5、6、7分鐘 哎呀 詛咒 嘩你都很狡猾 堅果 咦 再開罪咒 你死了 開兩下 格鬥 格鬥 火焰馬 電焰馬 物攻 降低 飛條 地震 哎呀 糟糕 死了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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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二十四 好 火月水墓 就是草系和鬼系 看過 先用忌生中子 鬼火我也猜到 因為我 我一隻是沒有配鬼火 我自己是配沸水的 但不要緊 我放了忌生中子 基本上鬼火是沒有什麼 是半減了物攻比較麻煩 好 慢慢煙它 沒有問題 至少扣到一半 我也心滿意足 好 再煙它 死了 三頭龍 糟糕 三頭龍 呃 這隻是圍巾 照用這隻 看看它出什麼技 噴射火焰 那就糟糕 有火技 這裡要走走 噴射火焰的話 噴射火焰 鑽鞋 鑽鞋 好 萬力 好 撐不住 可能會輸 這裡 看看 呃 呃 火爆喉 之後近身拳擊 一下一下 讚 陰謀 好 近身拳擊 啊 真的一下 OKOK 再來一次 喂不要 我已經減了很多蜜火 只要一打我就死了 還再來一次 好 不要緊 欸好 爆擊 鴨嘴焰龍 哎呀 總之一早出火爆喉 其實 不過不是 其實都要找一隻出來吃 吃招 就是 拿一隻出來做替身 好 只剩一隻 只剩一隻 打鼓 還要用 嘩 糟糕 他出了一些瘋線技 看見 他 什麼 他最後開了一個速度果 死了 這樣就 哎呀 總之配一隻是 一血筋 死了 現在 地震 哎 沒有了沒有了 輸了 我猜不到 他有一些 那麼強力的 那麼強力的攻擊手 在最後 他還要特意配速度果 好 這次真的心服口服 咦 我現在在哪裡 好像要走很遠 好 回來了 好的 一來就是用火馬打 好 一大輪 說了幾多分鐘 我也不知道 好 啊 給我看看 什麼實力啊 比什麼 什麼展現給我看 好 直接用大火 因為他應該用詛咒 好 因為我已經有經驗 所以是不會再輸給他 他用阿波羅 一來就會中威嚇 阿波羅 看暴龍 OK 好 呃 沖浪 嘩 大和他用高速技能 啊 對呀 用了磚愛維根 我自己也忘了 突然間 岩崩 厲害 很厲害 頂得住 但會不會不夠他快 唉 真的不夠他快 死了 又死了一隻 厲害 嘩 他還用蠻力 唉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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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殺到 嘩 一來出鴨嘴龍 打鼓 打鼓 嘩 不要啊 好 沒有了 輸了 好 又來了 今次是第三次打的 今天給大家看看我有什麼道具 好 尊愛頭巾 正飯 執著眼鏡 尊愛維根 尊愛頭巾和尊愛維根的不同之處 就是 頭巾是攻擊 尊愛維根就是速度 好 這隻葉衣背就是氣息腰帶 好 來吧 開始 好 我不會再逃避了 好了 都真的挺厲害 其實如果我85應該都可以的 但現在差20 還是15 我看到他90 差不多 我自己那隊有75 77 左右 91 他已經 好 撞死他 撞掉 這次光碧 超撞 他竟然不用嘴酒 撞死他 可以 阿波羅 阿波羅 照用裂馬撞 好 不是 我現在是 專門在頭巾 照用大火 好 他不撞啊 撞死他 靈波羅 而且血量能保測 還有得安靜 好 啟寶龍來了 沖狼 打鼓 倒死他 好 好 恐怖 飛尼龍 火爆猴 今次還不完成 失敗過兩次不換位 還不是成功 火月水冒 可以水墓 剛才也是用這隻打的 大家都在用干擾技 鞭了,不中 不要緊 先保護,保險一點 不要太進攻,不要太進擊 鞭了 鞭了一下就死了 這裡可以直接鞭了,沒問題 好 最後一隻,三頭狼,玩完了 打死他 鞭了一下 大地力量 好 居然不可以一隻打贏他 不過不要緊,巨鉗蟹珠外圍 好 應該一拳打死他 巨鉗蟹珠太高攻了 不行 因為沒有術修 這個...熟修 好 面馬 飛跳 完成 過了什麼事? 不可能 不好意思 葛奇斯大人 真是難以戰的力量 這樣三日月之雨的力量 也提前達到極限 太好了 我們贏了 不要太開心 你們 冰龍 擺脫了束縛 三日月之雨的力量 已經衰弱 看來沒辦法維持 看來 哈哈哈哈 說什麼事 我居然被這些無能的平庸之輩 我正心策劃的精密計劃 還有這樣被這些 根本不配有力量的人打倒了 這個天技英才 可惡 一番不可理由的蠢才 整個世界都有這麼沒用的敗類 三日月之雨 已經開始漸漸消失 我是不是要消失 有什麼可能 該死的冰龍 偏偏在這個時候積聚力量 最強之龍只不過是廢物 都是廢物 全部都是 這世界就這樣被這些廢物佔據 不要啊 沒有世界 啊啊啊啊 究竟斯大人 跑出來救人 撤退 不是 消失了 那我也要了 不要啊 維持了2分鐘14秒 果然 你們向我展現了驚人的力量 真的非常感激 這樣我就收走了不少珍貴的數據 這個應該是阿克羅馬 上一集就說過了 挖洞 巨金怪 我們真的做到了 真的結束了 沒有了三日月之雨 蓋琪斯已經沒有辦法回來了 這樣呢 路比他們應該都已經 既然連我們都解凍了 那麼那晚年輕人都沒事了 好 大黑先生 你們沒事了 對 我的呢 我已經在冰洞削弱之後 就把我們冰塊融化了 不知道冰洞時間的短暫有沒有關係 但這個冰洞似乎沒有留下任何的 沒有留下任何的麻煩影響 但以布萊克他們都OK 話說 留在門口那兩個人怎樣 他們打了很久了 應該我們快點回去支援 都說不用擔心 阿里斯很厲害 放心吧 我們兩個已經將他們全部擊退 龍使者 兩位龍的大師 阿里斯當然有進步 年輕人的成長速度 真的不可以少看 一個人就可以喜歡 我當一個基地 等你支團成員進攻 環境市那邊的基地 恐怕都是有點規模 他們的確很有實力 你就是N嗎 果然 跟曾經叫我好相似 是嗎 看我直覺都沒有錯 你們在說什麼 好了 過去的事就等他過去了 我們要面對是暫升的未來 沒錯 冰洞已經擺決了 控制 被冰洞的陶鑑擁有者 應該都OK 他們 陶鑑擁有者 全部都沒事 不用擔心 希羅娜 希羅娜大姐姐 希羅娜看來已經聯繫過 剛剛已經跟大木博士說了 他們的冰洞已經解除了 雖然這個恢復了一段時間 不過傳染應該沒什麼問題 可以放心 太好了 魯比和沙菲亞 沒事就太好了 那我的朋友 紫克羅姆 諾羅亞克 說實話 冰洞解除之後 才發現N居然是 諾羅亞克的偽裝 他沒事 他呼吸的精神 可比人類快不少 那就好了 諾羅亞克 今次完美解決 是不是應該要放大駕 好像我們本來就是出來旅行 哎呀 好討厭配合一點 這次事件 除了卡洛斯地區冠軍看奶 保護圖鑑擁有者的大不同 是米可里 還有被凍結的Rat 其他周邊地區的冠軍基本上都參與了 估計聯盟的事應該堆積如山 不過要快點說他不行了 好 不過應該要給那些擁有者放我假 N還有你也是 留在這個地區稍微放鬆一下沒問題 對 等這個諾羅亞克休養一下 一段時間稍微留得不錯 他說我喜歡這個地區 就這樣決定 旅行的地點和費用怎樣 蛤 這個是 蛤 這裡是 敵亞 這個 時空的神獸 那兩隻 看你將我們主意到其一位置 哦 對 你們已經將 這個 敵亞路卡 這個 敵亞路卡 和那隻 珍珠鑽石那兩隻 總之 他們穩定了下來 真的多虧你們的幫助 他們力量很強大 所以花了相當大的功夫 不過他們最後都穩定下來 回到自己次元去 留在圖鑑中有者旁邊的你們 竟然都被轉移到你 真的不可思議 打克羅伊想不到會幫我們 為了大吾先生和米可里先生 開啟了通向赤日 創造的新次元的門 對 為了他人帶來噩夢的打克羅伊 在那一刻化為斬斷噩夢的利孕 他一定不甘心自己的力量 被赤日利用來成為 完成自己的野心 對 說不定他認為這一切都是自己力量的責任 所以才會全力贖罪 仔細想想都蠻巧合 借助月食之魚和三日月之魚的力量 來完成計劃的赤日和蓋琪斯 最後都好像因為美妄神和安妄神 最後在 最後被粉碎計劃 好 即是那兩隻東西被搞砸了 但是秉儀作戰不僅是人類 雖然傳說龍的力量都被控制住 但也有其他精靈幫助 還有他們在敵人的控制中救出來 不不不不 我們剛剛在討論這個什麼道家的嗎 對了 被大不同的米開來打亂了 不過來得正確 我們之前不是在討論地點和費用嗎 原來是這樣 的確來得很實事 有錢 地點的選擇放心 身為藝術家我大把錢 選擇一個美麗的旅遊景點 自然不像話 不過這個地區我不太懂 給點時間想想 所以又打算要我給錢 好吧好吧 給錢 錢不是問題 不過在神奧地區找石 這隻呢 臨時買了個別墅 現在想想真的大不算了 被希奴娜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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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N和米開來決定暫留在賽洛地區選擇擁有者的旅遊地點 而其他冠軍就要回去準備自己地區的聯盟 而我們 我也要去打聯盟 欸 似乎你遲了一步 難道他就是你所說 你是 來了 正式自我介紹庫羅馬 我的名字是庫羅馬 多多字 庫羅馬 祝你們 衷心感謝你們的努力 銀羅團和等尼子團的陰謀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粉碎了 全力以赴終於換來這份和平 不過呢 我想這一個應該不是你們旅行的終點 你們三個 似乎已經有八個徽章了 看你要開工了 我想應該要去挑戰聯盟了 可以對抗邪有勢力的實力 我也很渴望見識一下 聯盟見 其實他是天王 他也打算挑戰聯盟 不是 我想起 原來他是天王之冠軍 原來是 他原來是冠軍 他原來是冠軍 說話不可以再直接一點嗎 那你們兩個是不是要挑戰 我當然要想嘗試 一起加入出發 在這個瀑布北方 我們冠軍之路見 呃 又要那個冠軍之路 我最討厭那個冠軍之路 好 來了 我想快點看看 看不看到聯盟 好 這裡要爬瀑布 爬瀑布 就是我要犧牲一隻精靈 好 犧牲一隻瀑布金魚 沒有血 沒有血 先 OK 好了 終於有八個徽章 有八個徽章 是優秀的訓練師 請繼續前進 在挑戰聯盟之前 定是先回到世界 將一切 唉 又要先回去 真是辛苦 這裡怎麼下去 對 這裡下去 之後就 進去家屋 說一些話給阿克羅馬 綠色嗎 不是 紅色才對 那藍色什麼時候可以進去呢 好 藍色可能是其他周末 好 辛苦了大英雄 歡迎回來 唉 做得好 唉 終於結束了 唉 不是 為什麼我們什麼都還沒說 你們已經知道了 收到大木博士消息 然後我繼續收到其他地區的消息 包括我所認識的公平 和牙醫 到現在所有靈魂 並凍結的狀態 都已經復甦了 原來如此 之前被凍結人 都是圖鑑擁有自己的共魂者 當冰龍的觀察效果 被解除的時候 所有平衡世界的靈魂 都重新恢復 雖然不太明白 不過沒事就太好了 都是多虧你們 唉 小妖 老豆 唉 小田卷是博士 居然銀羅團和等尼子團 兩個勢力 都跟這些事件有關 而且不僅是蓋琪斯 每天都是同樣屬於那個世界嗎 唉 對 不過他使用二次投影的蓋琪斯不同 是本體通過反轉世界 進入了這個世界 真是危險 跟兩個危險的勢力 邪惡的勢力鬥爭 可以平安回來太好了 唉 真的令人擔心 不過 如果不是去直面這一切 或者我們的世界已經崩壞 以及靈魂全部都會被凍結 能夠承擔起拯救一切負責的 我們兩個和小妖 已經不是小朋友了 不過我們在父母眼中 可能永遠長不大的小孩子 真是羨慕你們 總之不用擔心 危機已經解速了 跨越了這些小孩子 已經足以獨開一面 其實幾年前解決了 風源危機的時候 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是的 爸爸我想請假 開研究室嗎 好啊可以啊 不是不是想要休息 是我要去挑戰聯盟 我已經和冠軍父老馬約定了 阿玉里 我想是他的朋友 真的一點沒變 開研究室我之前才是年輕人的作風 有些懷疑不知道當年的我們 既然有少少了 就去做吧 我全力做 OKOK 冠軍之道見 等一會等一會 小妖說父老馬已經是冠軍了 我大概已經兩年沒有找他 一定可以贏到他 我想之後這樣才明白 沒有黏著我 現在是他逼我進去 他是在門口塞住 我不讓我進去 好飛魚 好了 終於入聯盟了 唉 很多很多劇情 唉 上不了瀑布 一上瀑布 那些金魚我都阻礙了 嘩不是吧 還要這樣黑色一打 你真是逼我用閃光 你 這些不能剩下的 這些技 這些技很貴 唉 又剩下瀑布 唉 但是好像沒得飛 算了 我再拿一隻出來用 閃光 那拿哪隻好呢 不如拿蟹吧 不然拿一隻 DV杯吧 DV杯其實都比較少用 如果是會閃光的話 你是不是會閃光 就好了 唉 不能學 但是我相信進去 應該又要推石還是什麼 那不要這隻 閃光 這隻會不會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 不會 哪隻會不會 我怕